陈先生好友打高端身亡 挂看板素心情 被刘建国要求下架看板 刘建国护航高端更小的 讨厌民进党 党疫苗 护高端 原令线挂起一面超级大看板 三句话十一个字 道敬民众心声 刘建国却急跳脚 抗议是黑寒抹黑 报警要求立刻下架 出资全挂广告的陈先生受访时说 讨厌民进党 党疫苗 护高端是全台过半数民众的想法 他只是说出自己与相亲的心声 连磁剂药买疫苗都受阻挠 民众怎么能接受 陈先生自己挺高端的好友打高端身亡 这些也都让陈先生气愤难平 民进党党PNT护高端是铁针针的事实 广告刊版并未知民道姓 刘建国为何如此气急败坏 难道是心虚 去年在野党与立法院提出 加速采购疫苗 国产疫苗政查全程直播 国产疫苗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再施打 公开3加11决策会议记录等级案 但全部都遭民进党立委投票 口诀党疫苗护高端就有刘建国一份 敢错敢当还害怕别人讨厌吗 刘建国要求立刻下架看板 我想说的是 立刻下架党疫苗护高端的民进党更切中人心